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提到一个概念 就是说共产党做不来的不想 或者说他没办法做的一些事情 可能就变成了纽约大学自己做了 而这其中就是利益的问题 其中是利益的问题 当然纽约大学本身在强烈反击的这种说法 那在整个过程当中围绕着陈光诚的故事 其实在我看来总是背后有一种不流畅 其实从去年包括他陈光诚想不想走 后来突然又走 而当时围绕着陈光诚的去留问题 围绕着陈光诚本身神奇般的来到了美国大使馆 和包括旧陈光诚的人 现在在微博上的所作所为 其实我自己都有我自己的看法 因为人们有一点我觉得可以非常清晰的 有些人在讲话的时候带有目的 带有一些说法 这是人们都能看出来的 人们都能看出来 那我也跟大家分析过 陈光诚在神奇般逃离他自己的家 这样的监狱的之前 多少年来被囚禁在自己家里面 他自己又是个盲人 外面的世界到底变成了什么样 什么样的环境围绕着他 发生了什么 我觉得有他非常难处的那一部分 这是我相信朋友能理解的 我也跟大家讲过 在我的心目当中 在我自己的节目当中 我曾经推崇过作为过去的这十年多 对头算有十年了 最早出来维权的三个人 确实非常让我挺敬佩的 就是陈光诚 胡佳 高智盛 这三个人有他非常类同的地方 当时还有个郭飞雄 后来郭飞雄遭受了极其残酷的迫害 那在那之后 他被放出来之后 我们最近这两年听郭飞雄的声音很少了 而陈光诚和这个 这个胡佳和高智盛 几乎他们三个人呢 一直在坚持的 那高智盛后来就遭受了极其残酷的迫害 在今天呢 一直被关在监狱里面 而这样类似的处境呢 在这个 在这个陈光诚身上呢 他表现出来就自己的家变成了监狱 对吧 包括这个前两天 大概前天是大前天 我看胡佳在吞吞吞上发出的消息 就提到一个概念 这个陈光诚的大哥 跟其他的人来到了北京 再次遭到了 来自他们家的那些黑打手的这种袭击 连那个录音的录像的都有 所以这是我一直跟大家分享的概念 就是陈光诚一直被囚禁的 对外界的事情呢 被采取了一种隔离的方式 那当他一旦今天来到了美国 来到了纽约之后呢 这个反差极大 而这其中不同的人 出于什么样的原因和目的 在做什么样的事情 这是带有它的复杂性 我个人 在我个人的经历当中 我个人认为呢 那是正常的事情 太顺利的事情 未必 再顺利的事情 背后有故事 所以发生一些不顺利的事情呢 反过来说呢 也是一种真相的纰漏的过程 今天在网上有篇文章 路透社拿出来 路透社是大的通讯社 有它非常坚实的一种信誉度 而这篇文章 就把陈光诚周围的人 那种复杂性揭示出来 就让人感觉就更特别了 我相信呢 过不了多长时间呢 会有很多人讨论这件事情 所以因为我是比较早的 看到这篇文章了 那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篇文章 文章的题目这么说的 路透社爆料 在朋友送给陈光诚的 iPhone手机当中 含有间谍软件 文章是看中国网站 第一时间把路透社这篇文章 翻译成中文的 而路透社的这篇文章 是21号星期五独家报道 去年5月 当陈光诚抵达美国时 他被赋予了纽约大学的奖学金 可以使用纽约大学的公寓 以及收到了一些 来自于支持者的礼物 其中包括一个智能手机 一台iPad 文章讲说 据熟悉内情 陈光诚在纽约大学的教授 孔杰荣说 至少有两件礼物 给陈光诚的小礼物当中 看上去不是那么简单 这小礼物当中 包括可以窥视这位师名的 不同政见者的软件 也就是说 在这个小礼物当中 有一件礼物 有两件礼物 就可以成为监视器 监视陈光诚的一举一动 文章紧接着就提到 目前陈光诚 与纽约大学之间的冲突 在陈光诚离开中国 抵达曼哈顿的数日后不久 这是指去年 他收到了一个iPad 收到了一个手机 根据孔杰荣 和另外一个 要求不透露姓名的人讲 纽约大学的技术人员发现 这个iPad和这个iPhone手机里面 被加载了 可以跟踪陈光诚行动 和通信的软件 也就是说 在陈光诚抵达美国 纽约曼哈顿的第一天 陈光诚就已经被人监视了 那文章紧接着就提到了具体的人 他说去年五月份 陈光诚及其家人 搬进纽约的公寓之后 最早探访陈光诚的人 包括著名的活动人士 傅希秋和傅希秋的夫人 傅希秋的夫人 带给了陈光诚一个iPad 一个iPhone手机 在纽约大学帮助陈光诚的教授 孔杰荣则明确说 纽约大学的技术人员 正是从这样的手机和iPad当中 发现了隐藏的间谍软件 他讲这些人本该去帮助他 却给他了一匹木马 这木马隐喻就是监视了 使他们能够暗中监视他的通讯 而第二个消息来源讲 应陈光诚自己的要求 在iPad里被装下来的木马程序 最后被卸掉了 而iPad本身又还给了陈光诚 那这么说起来 这件事情就非常复杂了 对吧 傅希秋呢 是在美国非常著名的 对中国的援助协会的主持人 那他曾经包括很多 在中国受到迫害的人 那如果这件事情 是这么拿出来的 这件事情如果是 是真的按照路透社这么说的 按照孔杰荣这么说的是这样的话 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对吧 其实昨天还有一篇报道 是美国比较著名的人权的 维护中国人权 中国问题专家的一位议员 他讲说当他在与陈光诚 单独会面时 有一次是陈光诚到华盛顿DC 领了一个奖 在他们单独会面时 他就讲有一个中国女人 拼了命的一定要进来 一定要听他们俩之间说什么 那他就也提出质疑 这个女人是谁 为什么 文章紧接着讲说 有关间谍软件问题 当时并没有公布 而是在最近 纽约大学对陈光诚的安排问题 出现问题之后 浮出水面之后 才被公布出来 而孔杰荣自己说 当他听到路透社 知道这些情节之后 也很吃惊 也就是说 孔杰荣自己 知道这件事情 但是这件事情 是被掩盖下来 不是孔杰荣说的 那这件事情呢 应该我们理所当然的知道 这是 陈光诚自己知道 有这件事情的发生 那就是其他的人 也知道了这件事情 披露给路透社 而并不是被 纽约大学 或者说 孔杰荣自己 告诉路透社 那就变得复杂了 有关这样的装置 傅希秋 在接受路透社 记者采访时说 他的夫人 在陈光诚到纽约后不久 给了陈光诚 两个苹果公司的设备 但是 傅希秋 紧接着就提到 这是我第一次听说 有关间谍软件的事 这样的指控是荒谬的 所以傅希秋 是直接否定了 这样的说法 这样的指控 傅希秋在接受电话采访时 接着讲 我们当时知道 他们到达后的第一件事情 就要想给家人打电话 所以我们希望提供通讯设备 一个iPhone 一个iPad 纽约时报的报道当中 接着讲 虽然孔杰荣和第二个消息来源说 他们对这些设备 被特意安装间谍软件本身毫不怀疑 但也存在着某种无辜的解释 那记者试出联系那些技术人员 对此事发表评论 但是技术人员对此事保持沉默 第二个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消息来源讲 在检查iPad和iPhone时 发现被加载的软件 是能够允许第三方进行窃听 偷偷的连接到内置的全球定位系统的设备上 是不是就全球定位系统就是GPS了 也就是说那样的软件可以透过GPS 来跟踪这个陈光城了 而且他还讲技术人员还发现了隐藏的保护密码的软件 能够把密码备份送到远程的服务器上 这就变成跟踪了 这就变成007了 那路透社的文章也提到 这类似于007的装置 所以整个事情的矛头就转向了傅希秋身上 而傅希秋在星期四咨询过 他所属的对华援助协会的电脑技术员 技术员说百分之百的确定 给那个iPad唯一加载的软体是Skype的账号 我们也知道Skype的账号 其实在国内据说被中共也有渗透 这是有可能的 那至于说其他的事情真相在哪呢 我们我也今天咱们就看到 咱们只是把这个事情本身跟大家介绍 傅希秋自己讲 他的技术人员只做了常规的操作 如激活iPad和iPhone基本安装 除了这些之外 什么都没做 所以面对路透社的报道 面对包括纽约大学的技术人员的 所提出来的说法呢 傅希秋讲他们必须提供证据 傅希秋特别提到说 一切都是透明的 这里没有任何隐瞒 而最近围绕着陈光诚的事情 一直发言的纽约大学的发言人贝科曼 他拒绝讨论具体细节 他对路透社的记者说 我记得听到过此事 我从来没有真正注意其中的细节 所以我不去做任何评论 而一些支持陈光诚的人讲 纽约大学的工作人员 在控制与陈光诚的接触 纽约大学否定这种说法 包括孔杰荣在内的几位 与纽约大学有关系的人士说 陈光诚的一些支持者 可能在试图操纵这位自学称才 几乎不能讲英文的律师 陈光诚对此事没有任何评论 所以这就是他的复杂性 我跟大家评论当中提到过 陈光诚在去年这个时候 逃到纽约的时候 逃出来的时候 之前长时间被关押 我们也知道当时在去年 讨论陈光诚去留的时候 陈光诚最一开始表示 要留在中国大陆 但后来突然改变主意 要离开中国 这是当时陈光诚有过这种类似的变化 那陈光诚本身在内建 在他去年出逃时 曾经对他给予莫大帮助的人 那今天我看到在互联网上最近 又与其他的陈光诚的支持者 发生了非常激烈的冲突 在我的眼睛里 我个人觉得挺简单的事 而另外一位 寓指与陈光诚合作的媒体顾问 叫做马克 他说那些来自富西秋的礼物 在没给到陈光诚之前 就被纽约大学拿走了 在一份电子邮件中说 当对华援助协会把这些礼物 交给纽约大学 给陈光诚时 那些设备都是全新的 所以没有必要或者理由 进行任何检查 而对华援助协会 向陈光诚提供的设备上 没有任何这些软件的功能 然而 孔杰荣和第二个消息来源说 在陈光诚抵达这个陌生的国度 几天之内就被告知此事 他的支持者中 有人很可能在监视他 而第二个来源说 当听到这些消息时 陈光诚很愤怒 文章最后这么讲的 即使如此 孔杰荣讲 陈光诚依然继续 与富西秋家保持着联系 这是他的自己的权利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 这个英文的就是路透社 这篇独家发表的文章的原题 和原文章的所在处 以及他的原文的这个标题 那我自己的看法 现实人的生活当中 就是一个考试场 在利益当中 在政治当中 在权力当中 在各种借口当中 每一个人在不同的背景之下 和他对人生的一个看法的基点上 都有权利表达自己的看法 但是 从生命的角度来讲 从一个真正的 有神论的信仰者的角度来讲 我个人理解的很清晰 每一个人 每一个生命 为自己今天的所作所为 每一句话 你将承担责任 这就是佛家里说的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今天的所作所为 就决定着你的 当你肉身死去之后 你真的是回归 你生命本该有的 佛国的世界 或者神的世界呢 你还是下到地狱 不得永生呢 共产党本身代表的 罪恶的一面 共产党本身所代表的 它的魔鬼的一面 这是不可改变的 你向谁去 随您便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